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2到26是我们教会的邮轮之旅 这周是短宣的第二周 舒华你有去哪一个梯队吗 这是一定要的 我是参加明潭短宣队 台南圣教会的短宣队 刚强壮胆不后退 这一次的教会派出了18个梯队 还有三个海外的访宣队 第一梯的短宣结束之后 许多的牧者带着辛劳的身躯 继续第二周的短宣行程 我们一起来看2024年短宣的特别报道 从3月开始 18支短宣队逐渐成行 5月开始 各队如火如火的开始筹备 直到7月的前两周 带着刚强壮胆不后退的心智 各队顺利的出队 虽然过程中面对炎炎夏日 还有各种疾病的考验 但是看到各队逐渐传来的各种照片影片 都充满活力喜乐 已经结束的时候 孩子 依依不舍 虽然不能长期陪伴 但可以确定的是 福音的种子已经洒在他们心中 让他们看到 人生还是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这是一条充满盼望的路 7月的短宣结束了 但此次的结束不是结束 而是以长宣的心态继续着 对当地的负担会一直在每一个队员心中 即使男生和当地成为长期的福音合作伙伴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福音的果效会慢慢成长茁壮 紧接着短宣队过后 7月17号 我们即将在高铁教会举行每个月一次的音乐会 这一次的短宣队也到了高铁教会附近的大坛国小短宣 相信对未来高铁教会附近的福音事工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希望高铁教会的音乐会能够成为当地的祝福 不管是人文艺术中心 我们有新开幕的高铁艺廊 还有方舟书房 也有休闲娱乐的场所 像高铁的咖啡吧 可以三五好友一起坐下来 聊天 祷告 最近后面还新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大草皮 供孩子们一起在那边玩耍 所以欢迎每个月的周三三点 一起到高铁教会喜乐的新音乐会 7月18日晚上7点半是台南生教会专科班的毕业典礼 令人感动的是这一次的专科班毕业生 全部的身高都超过165公分以上的女传道 哦 真的好特别哦 其中有一位是林立田传道 他将要拆拍到高铁教会 一起协助高铁的事工 另一位苏惠林传道也是我们原来西安乐团的指挥 嗯 上帝对高铁教会的祝福真的很大 这两年分别拆拍了大卫牧区的佩乳传道 接着就是立田传道 我们大卫牧区真是高铁教会传道人的摇篮呢 嗯 七月教会真的是丰丰富富的行程 下周七月22到26号将有教会邮轮之旅 哇 这是短宣的烙军之旅呢 也算是吧 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新尝试 因为教会每年一年一次的同工退休会 有很多人已经到找不到地方可以住了 所以就想到如果我们坐邮轮 可以住上两三千人 特别还有旅行社来办理 因此可以省去许多行政上的麻烦 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听说这一次有很多人家族 把他们当成家族的旅游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行程 我们即将会停在宫古岛跟纳坝 这五天的行程希望天气都很好 让我们不会晕船 哇 真是太棒了 我们教会的退休会终于出国咯 哇 但是太好了 其实大家可以一起出去玩 不管是上山下海 国内或者是海外 都是很开心的 能够大家一起出去 我相信到处都充满了赞美的歌声 还有喜乐的笑声 是的 以上是今天的恩事新闻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